失踪十年的弟弟突然回家 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可姐姐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看到弟弟用右手吃饭 他更是感到非常震惊 小莫 我记得你以前 不是都用左手吃饭吗 听见姐姐这么问 周末赶紧解释 说是有年冬天冻伤了手 这才改用右手吃饭的 还没等姐姐打消一律 母亲又突然上前搭话 小莫在外面 肯定遭了不少罪 现在好不容易才回家 他愿意用每只手吃饭都好 你管他做什么 听着母亲发出的牢骚 姐姐只是笑了笑没有搭话 等隔天一早 周末回家的新闻就被爆了出来 而警方为了消案 本想找孩子做个亲子鉴定 可谁料母亲却坚决不同意 说怕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 见母亲不同意 白队也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家里的傻哥哥周全 却突然引起了谷语的注意 随后周末又拿了块巧克力 结果却再次被哥哥抢走 起初白队没有多想 以为两个孩子只是单纯的打骂 可他们前脚刚到警局 傻哥哥就突然跟了上来 嘴里还不断说着 找 爹 你得不是回家了吗 嗯 好在当地的骗警赶到 这才将哥哥带回了家 可经过周全这么一骂 反而让谷语的疑心更重了 总感觉这家人有说不上来的奇怪 他通过调取就诊记录 发现周末在失踪前做过栏尾手术 于是借着慰问的理由 谷语特意买了件衣服 想趁周末换衣服时 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可没想到母亲看到后 直接就给拦了下来 不用不用不用 这尺寸呢 我一看就是我们家小莫的 正合身 给弟弟 给弟弟 趁着哥哥抢走衣服 谷语赶紧让周末脱掉上衣 可让他意外的是 周末肚子竟真的有到伤疤 虽然周末没什么问题 可母亲和哥哥的态度 却让谷语还是放不下心 找 找 找弟 傻哥哥虽说智力低下 但平日里情绪也算稳定 为什么一涉及到弟弟的事情 就会变得情绪失控 先是抢了弟弟的花生 现在又来抢弟弟的衣服 而这里面 肯定是有什么警方忽略掉的线索 为了调查清楚这家人的秘密 警方再次翻看之前的采访录像 里面是哥哥第一次情绪失控 而原因却仅仅是周末摘了一朵花 周杰你干嘛呢 起初警方也没有多想 可直到谷语在就诊记录中 发现周末是过敏体质 这才察觉出了不对 如果周末是对鲜花过敏 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哥哥之所以会情绪失控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弟弟 而在那张过敏源的检测报告中 周末除了对鲜花过敏 还有花生以及各种草本植物 所以在看到周末拿花生巧克力后 哥哥才会坚持一次次抢走 而这也就是说 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绝对不是周末 可让白队想不通的是 作为周末的母亲 应该非常清楚儿子是过敏体质 但他却一次都没避忌过过敏源 似乎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儿子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那周末真正的去向 恐怕也只有母亲知道了 儿子走失的第一天 母亲就将他的房间锁了起来 还在锁上涂了一层鞋油 似乎非常害怕有人进去 而母亲的这番举动 反倒让警方对他起了疑心 如果说上锁是为了不想堵物私人 那倒还可以理解 但表面这层厚厚的鞋油 明显是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当白队打开房间后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不少的线索 首先是柜子里的血迹 从氧化的程度来看 时间应该是在十年左右 其次是院子里的山茶树 在全家的合照中 白队注意到在周末失踪前 院子里还没有那棵山茶树 而根据年龄计算 这棵树差不多也正好长了十年 和儿子周末失踪至今的时间 刚好一致 结合柜子里的血迹 白队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当警方走到那棵树前时 母亲直接就慌了 别动 别动 不出所料 警方果然在树下挖到了尸骨 而这一次 母亲终于是不再有所隐瞒 十年了 这首戏终于不用再演下去了 原来十年前 兄弟俩在捉迷藏食 周末为了吓唬哥哥 故意戴上了一张面具 而哥哥原本就非常胆小 结果在看到后 直接被吓得精神失常 失手撞死了弟弟 但他自己却不知道 等姐姐上楼查看时 弟弟早就没了呼吸 而为了掩盖真相 他们这才将周末埋在了院子 并栽上了那棵山茶花 以此寄托对儿子的思念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毫不知情的傻哥哥 还以为弟弟是单纯的走丢了 开始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母亲担心事情暴露 于是只能到警局报了假案 谎称儿子是走失了 原以为十年过去后 哥哥就能忘掉这件事 可万万没想到 他找弟弟的心却越来越执着 画像也贴得到处都是 而巧合的是 刚好此时一个小黄毛 在网上看到了周末的寻人启事 他见自己和对方长相相似 年龄上也差不多 于是为了混口饭吃 便想着冒充周家走失的孩子 母亲担心哥哥再找下去 会逐渐引起警方的察觉 于是便想着配合 假周末演一出戏 从而彻底打消 哥哥找人的决心 而为了不让外人看出破绽 姐姐时不时地 就会提醒假弟弟 只不过可惜的是 他们还是疏忽了一条关键线索 那就是周末的过敏体质 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节 警方才察觉出这家人的秘密 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的走失案 虽然真正的周末早就死了 但对于说出真相的母亲来说 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解脱